对于建教合作学生来说 他们根本没有暑假可言 因为他们照常得到合作的企业单位 正常上下班 年纪轻轻就要提早进入职场 不过建教合作的状况频传 建教生该如何避免自己成为廉价劳工呢 来看我们的报道 目前建教生平均年龄才16到18岁 早早就进到这位职场 辛苦值多少 首先我们就来看看在机械工厂的建教生 才上工一个多小时 建教生的两手已经变黑手 组装一台又一台比他们还要高的机器 动辄上百万元 脸上豆大的汗珠纸都止不住 因为稍微一个村垂都不行 一开始是力气都不太够 没办法锁像石斧的那样那么紧 但是渐渐的一传许多之后 力气渐渐变大就可以锁很紧的 所以你才可以锁得很紧 对 比你这么瘦 没关系啦 那个手背够 装到后来报告 如果没有这种保护的话 那个比较危险 受伤 对啊 哦 也会吓到 有 哦 会心整个就是一直下一次下一次 我们再来看美法院的建教合作生 不只要学一技之长 还有职场的美美嘎嘎 美法院的建教师一天天手20个客人的头是基本的扣大 除此之外 每个设计师的习惯不能补辟辟辟 看客人互动渐不渐辰 顺眼互动不学 就可能你有时候聊 然后他可能不大喜欢这样 然后可能就会变得很尴尬这样 有的设计师喜欢头不用垂感 然后有的设计师要 所以你要记清楚是不是 对啊 还要问 一般会被念 不会 就是会被讲了 另外还有茶饮餐厅的建教生 他们有他们的干苦谈 只要客潮停不下来 建教生就嫌不下来 行事单位再来送餐 最后清理桌面 客人随叫要随到 还有上百种的餐点代号 背起来了吗 冬瓜柠檬是815 真重到现在才是56 所以你花很多时间背这个 对啊 是不是让你觉得很头痛 有啊 有多头痛 很头痛 建教生职场不轻松 要怎么选择优质环境 才不会沦为廉价劳力呢 几个原则不能不掌握 首先企业单位 一定要有教育主管机关的核准 不仅要免费提供住宿 而且每个月要发生活津贴给建教生 另外不能收保证金或训练费用 一个月加班的时数 也不能超过46小时 会扣津贴 比如说学生迟到请假 损坏器具 甚至业绩啊 甚至业绩未打 要求的标准啊 有可能有的会扣津贴这样子 这样都不行 这样都不行 选择对的兴趣 也要选择好的建教环境 这样建教合作才能很健康 不变调 不认为任联系员徐毅林台中 采访报道